這個是滑鼠漢堡 鮪魚有大型滑透的 很有大的 而且是做的厚片 喔 羅蜜歐 為什麼你要叫羅蜜歐呢 很有名的 這是米其林一筆登推薦的喔 而且它是今年最新的 原來是又要開坊間 在影片開始前 你一定要先按讚 然後分享給所有的好朋友喔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喔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耶 我們又來到台中了 如果還沒有看過我們上一次 台中的影片的話 可以點這邊 我們今天呢要來的是一天一夜的台中小旅行喔 一樣是有吃吃喝喝和好玩的囉 希望晚上可以來個酒吧 那廢話不囉嗦 我們就走吧 走吧 Let's go 嗨 嗨 台中火車站超大的 好像要哭 回來在吉堂 對呀 旁邊還有一個舊的車站 你不覺得很像東京車站嗎 比較小的東京車站 你的舊車站一定是超越 那晚上的天呢 很發落特式的店 那你好意思喔 開玩笑 所以它這樣子飽車滿不錯的 就像高雄龍舟的車站 嗨 嗨 終於到了 我們比那麼久的山路到底要吃什麼 我來帶你吃一家 很有名的咕咕料理 這是米其林一比三春餡的喔 而且它是今年最新的 你是不是有比較好看嗎 吃了就知道喔 走吧 我們點了一個 一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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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套餐呢 包含了一種 一盤還有一些素材 然後一盤子 還有一個前菜 一碗飯 然後它有水瓶 他們的產品 黃青葉鍋 它那些葉鍋也是白米的 然後我要用量 然後我們點了兩個草莓 一個是三杯紅豆菇 還有一道是金莎杏鮑菇 金莎杏鮑菇就是用 一些蛋黃的菜 五百茶杏鮑菇 要吃多 我們都要先喝那個湯 喝一下湯 蠻清爽的 它很香 它湯裡面的料也好多 有白木啊 有比辣椒啊 還有很多啊 不認識的 就不比辣椒啊 不像湯狗比辣椒 接下來放一片 那個肉盤送上來 你看就知道它這個肉質 而且它肉質鮮得很快 有一點的味道 放好了 牛肉 這牛肉餅的肉很好耶 肉質鮑菇 而且肉質鮑菇 而且肉質鮑菇 而且有的特殊鮑菇 它多搭什麼 就真的好吃 但是肉就用 它沒有肉質鮑菇 它這個牛肉啊 加它這個芒菇多的湯 這樣加一點香氣 就連三醬汁 我喜歡吃牛肉的藍色 還有雞肉耶 天啊 好誇張喔 而且小大塊 是有肉 不是那種胡椒的 對啊 很清爽 對 這真的是個人說 它突然有鮑菇 奇怪 就給你一盤肉 還有一碗那個 花豬肉燥飯 雞肉燥飯 還有它的小醬汁 這樣出一點的 五百塊 那種黃色 所以超好吃 這一個人根本吃不完 就兩個人吃 這一招是 三杯紅 三杯醬汁 都有一八塊在裡面的上 有味道 這要很重 所以可以配碗飯 這個分數花豬肉燥 這包含在套餐 而且肉燥蠻多的 而且阿香 這可以紅色的 這很太棒 可是那個 那餅子啊 都紅到阿花 一點都不小 但一盤就滿 然後滿滿的 然後 這把肉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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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燥 那邊都是比較鹹 那邊燥蠻多的 因為燥蠻多的 所以還是要配搭 剛剛吃香蕉蠻多的 就發回去 接下來要吃的這個是 金山 芝麻 我看它火紅 那邊冷很好 杏鮑汁水水水 很好吃 而且它鹹蛋黃 真的是用料 每一個杏鮑水 滿滿的 杏鮑菜 因為香氣比較多 鹹度就沒那麼小 我覺得這邊的肉燥蠻多的 肉燥蠻多的 肉燥蠻多的 非常薄 滿滿的 你看 現在吃來吃來了 對啊 吃好飽喔 好飽的 這個冷氣 基本上就是可以兩個人吃啊 對 那如果說這兩個套餐 我也覺得很不錯 我們點得到DU 就是這個冷氣的房間 而且我覺得它吃飯的環境很不錯 在冷氣房裡面 然後外面又有三百七層 對 很棒 對啊很舒服耶 今天我們就是展示介紹到這邊囉 我們來去下一站吧 走 走 現在來到金色雙顏舞堡 現在很有技術就聽到有人看 H.O.K 歐洲風舞堡 唱著台灣演藝喔 Vancent 哈哈 這個阿嬤真的是太棒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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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剪剪音樂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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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魔法 你念我來用 好 菲利卡菲啊 波波琳啊 貝貝魯豬 哇 看就對了 對 謝謝 看到你 太棒了 好的 謝謝 來 我愛羅蜜歐的竹利爺 喔 羅蜜歐 為什麼你要叫羅蜜歐呢 如果你不叫羅蜜歐 你叫歐羅肥 那應該有多好呢 難怪有你這種竹利爺 應該是吃了歐羅肥 羅蜜歐被壓死 沒錯啊 羅蜜歐就是被竹利爺壓死了 這兩百五十塊的門票呢 可以折禮一百塊的餐點 就可以在這邊點一杯飲料啊 然後看著這個光源的美景 邊喝邊度做一個優雅的下午 那他這邊一杯飲料啊就是一百六十塊 一杯飲料都還要再補六十塊 結果他這邊的那個飲料 居然是用紙杯耶 他們要一杯飲料一百六十塊 只用紙杯裝耶 他也要來個玻璃一杯之類的 這樣子才會更有情調 更有氣氛 我覺得這邊蠻漂亮的 有一些細節可能還需要再加強 對對對 細節很重要 魔鬼長在細節 但是呢 大致上看起來呢 是非常的歐洲 非常有歐洲古堡的那種感覺 但是今天天氣呢 陽光沒有很好 光線沒有很好 如果天氣好的話 這邊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可以來這邊散散步啊 或者是喜歡拍網美照的人呢 來這邊應該會拍得蠻過癮 這邊很多角落其實都蠻漂亮 怎麼拍都好看 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開箱我們的飯店囉 希望可以跟這個莊園古堡一樣 那麼的迷人 好嗎 好嗎 寶如帶你開房間 原來是又要開房間 寶如帶你開房間的單元 這一家叫做赤桶發文 這邊是有陽台有浴缸的 陽台也是可以 我看照片上面它是有在這邊擺桌椅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邊 沒有啊這邊應該擺個桌椅 擺左鮮花還蠻不錯的 嗯 超有浴缸欸 肚子好大啊 不好意思 那最經典的時刻就是寶如帶你來上床 要來躺一下試一下床 上一下床嗎 跳得有夠醜 鮮魚有沒有 鮮魚要翻身的嘛趕快翻身 鮮魚翻身 喔喔喔 反正就翻身有沒有驕傲 你帶我來這個黑漆漆的地方要趕快 這邊是台中文新公園 這邊就像是台北的大安正連公園一樣 重點是 今天要來這邊幹嘛 要來做 蛤 我們是專程來做台中捷運 對啊因為它是千年才開幕的對吧 對啊對啊 新的喔 千年才魚巨 我們上一次已經去搭過了高雄的 高雄的 輕軌 那如果沒有看過上一次的影片的話 可以點這邊看我們上次的影片喔 那我們現在已經收集了高雄輕軌 還有 台北捷運 台北捷運區要收集嗎 有有有有 那我們現在要來去搭台中捷運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捷運路 捷運路呢是台中招六的地站區喔 在這邊絲殺的 一家裡一家厲害 那我們今天要來捷運路吃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捷運路吃什麼呢 我們要來吃一家有名的拉麵 來捷運路吃拉麵有沒有搞錯啊 沒有啦 開玩笑 我當然還是吃燒肉囉 我們來吃一家有這個燒肉空間 我們出一次來 到底好不好吃呢 出第一次 走吧 我一個人做 道餐 好吃 對 胡麻沙啊 上面有很多氣息 有氣息就很好吃 謝謝你點手一下喔 前面這片的話是我們的分流一下 木居牛蛇 這個分流一停介紹的牌 大家不用下牌 我們先吃一顆 這個幾個月以來 這個月以來 這個月以來 這個像影像那麼好笑嗎 真的是欸 我真的想要靠另外一半 我手裡只要吃紅 很好吃的頭髮,好棒 它的脆口是一點點 然後就是很香 我上發的油脂,這樣我會打 另外一塊咖啡又很香 不要擦太多了 這個以下雖然油脂很豐富 但是它很有肉感 吃起來還蠻好吃的 我們沾點鹽吧 這個微微有大麵的瓶 然後其實微微有大麵 而且是做成麵片很小 前面吃的牛啊 就是把這個身體弄到 就一個字型了 你知道什麼? 爽 對,這是熟 它有很多套餐 可以 如果你吃肉肉的話 一定要選套餐裡面 沒有大麵的小麵 好好吃 這個是加價升級 A5和牛版本 加129塊 我覺得129還蠻多的 但是它是有兩大塊的A5和牛 那麼厚 那麼大塊的A5 對啊,好大塊喔 對啊 所以我覺得加129的 熟啊 熟飯熟菜 加一些羊味這樣子 然後有炸餅 然後有炸餅 哇,沖水 它是香氣 不知道是什麼聲音 你看那個油蔥酥 然後炸 拌著它這個 拌熟蛋 整個炸起來 很香 很好吃 這牛很好吃耶 這129加的牛肉 目前翻盤燒烤的是 水果紅味連熱雞肉 牛的雞肉 因為有加水果燒肉醬 多香味 真的很好吃喔 肥肥嫩嫩嫩嫩 很嫩嫩嫩 現在要吃的是 蘇果紅味頭的雞肉 它送來的時候 是一鍋 然後要加水果 或是一鍋 看起來像 沖沖沖沖 然後可以吃一顆 它有紙包住耶 要留點腳皮 吃起來可以吃 肉吃了一顆 好 好 好 這是那個牛舌寶客 它不是一小便 它是一大客 然後把它剪起來 我剛剛講說後輪牛舌一套 說錯了 這個也要好吃 它裡面有加很多 蔥花 就脂質的鮮 就肉質這樣子 發酸 蔥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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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這個是 就是 製作它吧 這邊上面有放 加一種 煎過焦糖色 怎麼樣 甜甜的 鮪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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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熱野牛排 中間是熱野獅 吃起來比較軟 但那扇蓋吃起來 比較有嚼勁 可以搭配我們的蒜 平衡風度耶 這一塊是 金鮪牛排 可以搭配 鮪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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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是 熱野獅 這一塊是他的 傷感 傷感是你的老饕 有沒有想像 那個熟度剛剛好 雖然A5 日本的都是有上 但是呢 這個已經是 非常有吃到 很好的 很好吃喔 你看那就是 你還去咬下去 它就斷掉了 就是 它沒有用到 都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叫A5盒牛排 鮪咖啡 使用的專有鮪咖啡 美國牛是比較拔氣的 日本的A5盒牛是 比較很美麗的 A5盒牛會很像 雅滴乳 它是因為 糖炒 很胖的那一個 養味的A5盒 鮪咖啡 現在吃的是 哇 這個是老饕牛排 三乾肉 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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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吃 鮪咖啡 鮪鮪肉的話 是比較有嚼勁一點的 但是它的那個 肉汁味道更重 如果剛剛那個 二眼鮮那塊肉啊 是羅貝的的話 鮪鮪這一塊 就是鮪鮪 鮪鮪鮪 欸這怎麼形容這樣 哈哈 我亂講一下 他誰聽得懂 好好形容 胡言亂 哇 我們今天吃完出來了 吃的牛真的是太近乎了 第一次可以吃的牛肉汁 總結一下吧 我覺得 鮪肉空心啊 是一個肉汁者的天堂 它和牛比较真的粉粒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所以啊 如果跟我們一樣很喜歡吃燒肉 而且最喜歡吃日本的和牛燒肉的話 來這邊可以滿足到你喔 裡面我們的燒肉封建就在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喔 對 然後如果你很喜歡吃和牛啊 或者是你也覺得有什麼好吃的燒肉 或者是有好吃的餐廳的話 可以推薦給我們喔 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薦給我們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